要羊毛 要粗毛 是最 我不知道 對 粗毛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才知道 我老公那時候跟我提的時候 我也很擔心 我想說你有沒有搞錯 你到底有沒有墊墊自己 到底行不行 對 然後可是後來 還沒處理 這人五個這半年瘦了很多 我瘦了大概五公斤 我大概跑到一公里 我可能跑幾百公尺 我就要開始停下來用走的 因為就開始喘了 開始自己慢慢陸陸續續的 有開始跑步訓練 然後到在第二次 遇到一節一節約我一起跑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開始可以跑的距離拉長了 可以跑一兩公里了 到現在跑個二十公里 都是基本上每天的日常 我去現場之後才發現說 他們都要準備一些 非常特別的東西 我可以說嗎 可以啊 例如比如說 他們要準備胸貼 他就問我說 老婆你有胸貼嗎 他們需要準備胸貼 我說為什麼要準備胸貼 然後一節說 不貼起來的話 跑步會跑到流血 因為一直摩擦 然後他們排隊都叫做 蛋蛋糕 然後我說 我說蛋蛋糕是什麼 就是拿來擦在重要部位 我說那為什麼要擦重要部位 他們說因為也會破皮 對 還有腳趾 腳趾頭也會 所以他們都要帶 那些潤滑的東西 就是跑步之前都要擦這樣 那跟騎腳車要出 一樣 一樣 要出嗎 是最 我都不知道 除毛我也不知道 我現在才知道 你剛問到你之後 你有沒有用除毛 你沒有講到這什麼 玉姐沒講到這部分 其實最好是要 真的假的 那不會很渣嗎 感覺 要習慣 如果假設你有破皮的話 那怕感染 甚至如果要縫合 比如說你腳好了 你醫生還是要把毛剃掉 所以通常一開始 我們就會先把自己身上的毛 就把它剃掉 它本身的作用不是防摩擦嗎 毛嗎 毛跟摩擦沒有關係 真的喔 反正會咻咻掉 對 你有沒有看到笑 風切身之類 真的還是要把它 因為我們以前去跑步 那個亞馬遜河 可能有一些生物會 就在上面藏著 所以也很好 所以基本上是 你記者會不要寫 我今天有來好不好 哈哈哈 剛才抓著 你摸著 想像中一個 那麼